大家好 歡迎收看酒佬去家國之多倫多的看樓團 我是Ken 本著為大家帶大家多看不同區的宗旨 今天我借了我同事Jason和Ricky的listing 帶大家參觀Aurora的樓和Maham Richmond Hill有甚麼分別 今天的節目有三個內容 第一個內容就是帶大家看樓 第二個內容就是解釋一下這間屋 在社區附近有甚麼配套設施和優勢和優勢 第三個就是一個很簡單輕鬆的加拿大樓市答問 因為很多客人私底下都會問我不同的問題 我發覺很多人問相似的問題 我在片尾就會說一下那些問題的答案 希望大家不要錯過把影片看完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請你們訂閱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影片分享給你們的朋友 事不宜遲我帶大家現在看樓 Aurora距離慢感大概20分鐘左右 這個Bayfield Northwest社區 附近是兩個大型購物中心 一個社區康樂中心 旁邊也有一個高爾夫球場 健身房、藥房 和404高速公路 交通也是非常之間方便的 這個是Bayfield Northwest的優勢 附近有很多大型的房子 附近是有East Aurora Wetland Complex 實地公園 也有高火車站 下去單坦也方便的 還有St Andrews Valley Golf Club 高爾夫球場 還有Stratform Aurora Recreation Complex 社區中心 附近的學校是5.7分 5.2分 6分 6.1分 左右 這個社區 就比較適合一些 小朋友已經大了 或者 小朋友已經在讀大學 不用那麼關注 小學和中學的排名 聊天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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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